其實Arnold 今天預備了一款下半年組合的必備股 現在拆禮物吧 如果說下半年必備 我暫時看到 其實論必備 之前說的大唐新行月 韓運 我覺得先是屬於必備的 但是送禮物有的 現在業績期很多東西炒作 需要協助在這些位置協助 協助的就是協助業績有機會有驚喜 業預料的股值上仍然是便宜 我就選了一些工業股 我覺得其實工業版塊上有很多不同的炒作 但工業股很廣泛 其實不是工業股 而是服務股 我覺得選擇了奈世達的316 我覺得近期調整到差不多水平 亦都說公司做些甚麼 可能有些人會熟悉 有些人不熟悉 我介紹一下 在做的就是一些汽車零部件 風油軚 叫做駕駛輔助系統 簡單一點 我們叫風油軚等等 技術含量就不是太高的 其實技術含量才算高的 你在做汽車零部件上 你整架車 技術含量最高一定是有馬達 整個馬達佔了這輛車 可能是引擎 佔了這輛車的成本 七十幾八十個巴仙 然後在零部件上 就是在說到動力轉向系統上 例如風油軚 動力轉向系統上 就是這些是技術含量才算第二高的相關股份 技術含量工的高業庫其實是很重要的 至少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競爭壓力 它跟客戶有個訂單的優勢等等 而內施特有個好處就是很多backlock order 叫甚麼呢 未完成的合約訂單 去年疫情有很多停工 業績很差 但今年已經復工了 也有這麼多未完成訂單 只是趕工都預料業績可以做好 唯一的風險因素就是 跟很多工業股面對著狀況一樣 很多原材料價格性的上力 會不會面對著毛利率下跌 這些風險因素要注意 但只是害怕而已 我覺得可以博的 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主要是賣給一些汽車客戶上 他們有條件將成本轉嫁給汽車生產商 現在很多汽車生產商拿零部件都拿得很緊張等等 所以我覺得內施特可以在這些位置搏 這些位置是搏去其他位置五十天線樓上 守得住十元 就繼續向上網 看回十三元這些位置作為第一步 甚至市場有些樂觀人士 看到十七、十八元 所以這些位置可以開始收集 但很多時候炒股票就是這樣收集第一步 好像這個道理就是我們大堂新能研究時 過半、過七的位置 開始收集 順利了 你就突然間覺得可以中槍線紮豬 這些位置就是內施特是收集第一步 然後搏去其他位置十元樓上 如果他能夠升穿十二元這些阻力位 就有條件可以防止要的 好啊 整容電視頻 過百分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